外行人看这闹 内行人看门道 喝茶怎么选才是王道 一般人都知道 阿里山有名的是茶叶 怎么选购优质的茶叶 又不用担心变成冤大头呢 其实很简单 喝茶找茶弄就对了 你自己看你有做电话 我没做电话 没做电话你就是这个行 他有现场的那种作业 对啊 现场卡不出来 你有机械嘛 你一定要做电话要买机械嘛 茶叶、轮子 你可能要买嘛 你把那些机械大概三百四五百万 你用四五百万来买电话 或是你用四五百万来买电话 工厂嘛 电话、地址、负责人都用你免购 因为相对你消费者 你把你买到家里你最好才会投出 你不是要用打的啊 谁要买上去 对 你买上去你买不去 不然我用打的我做不到就好 就好了 对吧 阿里山有名的茶叶为尖萱与乌龙 在好山好水的海拔一千五百至一千六百公尺的高度下 露水充足、云雾流绕 一年世纪的气候、凉爽一人 孕育出钢山的出入名茶 都一千五、一千六 这个甘露的感觉 它喝起来的口感更好 它的香气相对的盐比较醇厚 它的好运 好运 好运的好运 好运 整个的多果胶 好果胶 你越感受到果胶 累积的不但是对茶的专业 更是对茶的一份真正情感 我当时做DVD的三十年 然后民国七十一年开始进入 我们开车七十三年开始开车 我们当年差不多一年 在台中四五千大 国人的饮茶文化下 平均有四位就有两位在喝茶 是医院学报导的味道我说的 还有骨骼的比较好 骨骼喔 牙齿健保 总是你能去台大去茶 他先针对这个报导 他有看出这个根据 不是没有根据 如果没有根据我就不敢跟你说 他会说话 喝茶可以说是普及化 好喝的茶制成也是关键制 重要是你管理 你用油肌不够用化 吃起来的地点没空 他会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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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是做的 是比较自然的... 用油肌肥料 油肌肥料 一定有全農油 我没有好看 我昨天买了 人家说一定要全農油 人家听说 都没有全農油 油肌的 我现在也有油肌的 骨骼都鸡 油肌我听到多三百块 但是不能这样做 我们不能欺验 社会 因为我们做的就是 你有全農油 一定会的 我们要吃的 营养成了这种更多的 吃的 就像我们这边的 这叫做成的 老茶 原茶 没有经过加工烘焙 味道也要香醇 简大哥与简光卓二至两位 在对茶的专业度下 荣获许多的奖项殊荣 因为我们最后的数学是 是坚持稳定的 因为我们连续 我们都拿到头等 然后去年的 他拿到四个特等 因为我们去年冬茶 就拿到三个冠军了 我们注入产销班 就把我们封为三罐茶碗 对啊 现在有一个编号 流水编号有吗 对 不是说 天才自己摸就可以了 这是要得奖认证 就来当大 有空的话 还可以和简大哥父子俩 聊聊茶经 并且品尝一下 甘露出品的 道地阿里山好茶哦